看一下我先行第十二套题 同学们在做题的时候呢 仔细看一下 其实每一个小题里面都会出现提示性的词 我们看一下 那么这个题考察的是一般疑问句的肯定否定回答 那么第一个同学们记住一句话 一般疑问句的回答呢 是用什么问用什么答 所以它的第一个提示性的词在这 二 以二开头的 那么它的答句也会用到的是 一动词来回答 所以第一个是do 我们就先把他给排除掉 那么然后第二部分 我们发现这有一个those those只是代词 意思是那些我们可以用人称代词they来代替 所以它的答句呢 应该是复数形式 而不是it 所以正确答案是be know the aunt number two my parents teachers parents父母亲 这个词呢 本身就是一个复数形式出现的 所以呢 他就不能用单数形式了 正确答案是be my parents are teachers 我的父母亲是老师 number three how many do you see in the picture how many 多少 how many呢 用于提问可数名字数量的多少 那么他是how many 后要先跟上可数名词的复数形式 然后呢 再跟上一般疑问句 所以说他这应该出现的是一个复数形式 那我们看一下下面这几个词 我们发现了下面词是有两部分构成的 那么有两部分构成的这种合成词呢 他的复数形式是在第二个词上面加s 把它变复数形式的 所以第一个前面这两个没有s的 我们先把他们两排除掉 哥尔也加了s那就错了 所以正确答案是c 只需要在第二部分加上s number four is this new bag 那么前面咱不知道他问了什么 那么他关键性的词在哪呢 在这儿 六十元 说到元我们大家就知道了 他说的是价格 那我们看下面的词 第一个how many 刚才在上面已经说过了 他是问数量的 问可数名词的多少 问数量 而且呢 是问的是可数名词的数量 那么how much 咱们同学知道 我们之前也学过的 也是问数量 问 提问不可数名词 第三个how about 他的意思是什么什么怎么样 那么刚才说了 上面提示性的词呢 是六十元 可见问的是价格 那么哪一个问价格呢 这时候咱们同学今天学到how much的另外一个问法 how much除了问不可数名词数量的多少 还可以问价格 所以正确答案是b 那么通过今天的学习 咱们同学需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我们学到了how many 我们之前给大家已经讲过的how many的用法 这个在there be句型里面的考点比较多 所以同学们把它需要注意一下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今天又学习到了how much 除了问不可数名词数量的多少 还可以问价格 同学们别忘了双击屏幕点亮小红星 请订阅明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